《文化學生》 《文化學生》 做義工 助人助己 即使力量很少 但愈來愈多人做 力量就會變得很大 一次體驗 令這班學生 對基層生活有更深刻的體會 而且在他們心中 埋下了一顆善良的種子 以前看電視 劏房很小 哪有可能這麼小 嘗試幫家庭建一間劏房 最佳是放進去 看看可以放什麼 以及怎樣放 有些需要取捨 可能連床都沒有 才可以睡梳化 我看到蔡馬會眾心行線 這個計劃是非常有系統 能夠讓他們接觸到 這些不同階層的人士 讓他們有更深的認識 放在他們心中的 這個義工的種子一定會發揚下去 成為義工新鮮人 不是小學生的專利 計劃亦都為50歲以上 以及退休人士提供訓練 幫助他們以另一種方式 繼續貢獻社會 第一次參加義工 他有個50plus的 設計計劃 即是有東西學 有得可以contribute 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堂我們有自畫像 我們叫他們自己拿起來 拍照 雖然戴著口罩 其實道理上什麼都看不到 其實你看到他們馬上笑 令到整個氣氛 我們又做得開心 他們又玩得開心 整個計劃到頭來 你都不知道誰幫到誰 或者他們都幫了我 我們覺得50plus這班朋友 本身就是社會裏 一個很大的資產和益力資源 他們有很多他們自己的網絡 他們的經驗 以至到其實這班50plus的朋友 可以在眾生行善這個計劃裏 轉化了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然後貢獻出來 在社會裏面 計劃的一站式義工平台 令義工服務充滿了無限可能 一人一個微小善行 凝聚起來 足以令你對身邊的人事物 甚至整個城市令眼相看 善良其實是無處不在 就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 全部飛出去 善良就是那些種子